好了,回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說一下東方日報A1 又說東方? 是的,現在A1很厲害 為什麼今天要說他呢? 港府劣根不改 政經難脫虎海 遇半尊財,盡快離開 為什麼會這樣報呢? 現在先聽聽他講什麼,有沒有根據呢? 哈哈哈哈 他第一件事劈頭就說 港府施政,劣跡斑斑 但是偏偏抱殘首決 死性不改 導致復償大半年經濟盈眉脫虎海 難挽留人才 究竟這件事關不關特區政府的事呢? 但是區政府有些是真的做得不好的 應該做好的事,他們沒有做 這是事實 你不能否認 有些應該做的事,他們沒有做 有些不應該做的事,他們走去做 這是事實 但是 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搞到經濟微脫虎海呢? 我就跟大家說一件事 其實經濟不好是大為的 是大為因素 內地又不好 其他地方也是差的 事實是 你問問在國內做外貿的人 他們多麼慘 你不能否認 有些人說 沒事的,我們現在什麼事都沒有 我就告訴你不是 其實 大為是比較差的 說真的 還有中國和美國關係不好 在香港本身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已經很難賺食了 中美關係不好 其實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這些特區政府 都能否緩衝一下呢? 有些事 老實說 現在是不能妥協 為什麼不能妥協呢? 因為你說國家安全 市面上太多人說國家安全 你把國家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在香港這些地方 這個環境就很難好 還有 國家安全的紅線 我也說過 在香港是不清晰的 你說 不是啊 政府也不會亂抓捉人 是,政府是不會亂抓捉人 但是政棍會在媒體亂說 每個人都說是國家安全的 你記不記得 之前 七攬那件事 就是 播國的出錯 竟然說 要抓要鎖 和國安有關 究竟有沒有人 用一首 播錯了的歌曲去顛覆國家政權 有時候我看到這些 我也覺得好笑 整件事是不對勁的 因為播放這首 有問題的歌曲的人 不是香港人 也不是中國人 那些政棍竟然可以說 要調查一下 這些是葉劉有份說的 要調查一下 看看那些運動員 有沒有跟外國勾結 你老美 基本上很少的事情 就化得很大 根本 他是為了自己 在香港找政治利益 就什麼都敢說 那些政棍是 你說特區政府施政劣跡斑斑 我就告訴你 不是吧 如果大家 對於香港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其實實際上 你看看那些政棍 你就知道為什麼沒有信心 就是葉劉團伙去的那些小朋友 癌癌癌癌 騎騎來來站出來 每個人都被吹噴嚏 還有那個 什麼 熊凱恩 這個又說要政府支援 那個又說要政府支援 是攤大手板 找政府支援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些商家 幫那些商家攤大手板 找政府支援 你那家正常人一看 就知道你糟糕了 對不對 很簡單 喂 現在商場沒有什麼生意 政府可以補貼 政府補貼 這樣就不公道 其實市面上 有些商人 基本上就是升級了他們的商場 我舉個例子 我經常舉個例子 就是 鄭志光 新世界搞K11 他把商場升級了 你看看 新同基 不要只說新世界 新同基也把商場升級了 你看看Yohotown 那些 不是說笑 他又搞市集 那些什麼 他之前搞什麼 寵物市集 那些什麼 那裡有多少人 人山人海 當然我是有去看過 我在香港的時候 現在不知道他搞什麼推廣 但是 他們有搞推廣的 這些是商界自己的行為 為什麼要容凱恩這個姐姐出來說 就說 哦 現在要開晚一點 那就找政府拿補貼 那些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嘍 那 英雄這就說 東方日報政論更誇張 此地不宜久留 尊財逃亡出走 其實 你說東方是不是大香港主義 我就不敢說 其實我告訴大家 就是他把矛頭指向特區政府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特區政府有問題 不是公務員體系的問題特別多 即是他們現在東方就會 說AO問題特別多 是那些人衰的 那些政棍沒有問題的 但是其實香港的問題很明顯 就是出在政棍身上 其實是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說得對 就是議員減薪支援商界好不好 就是 你坐以代幣十幾萬 接著就攤大手板 就幫那些商家佬 攤大手板 而且也不知道哪些商家佬攤大手板 為什麼不知道哪些呢 因為很明顯 搞K11的鄭志剛就沒有攤大手板了 夜市也自己搞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很簡單 喂 你說政府搞夜繽紛 不要緊 我們搞夜市 就是他自己搞的 是不是 有問政府 攤大手板拿錢 我就認為沒有了 我現在當然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好了 新鴻基那些 譬如Yohu Town那些 他哪有問政府拿錢 他人山人海 你去看看就知道 當然買東西的人 我留意到也不是十分多 吃東西的人就很多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其實別人自己都會推廣 好像東會成 有網友去過 現在多了很多人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 東會成是拍烏鷹的 基本上是 現在放了國慶家 多了很多人 多了很多人 他也有推廣 他自己 東會成也有推廣 有個會 可以儲分 什麼的 什麼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嘍 那橫財入我袋 他們說 你想中央大聲一點說 說播錯國歌是小事 既想中央大聲一點說 不好意思 得罪了你 你都很糟糕的 其實 同一類的事件 根本 就在中國運動員身上也發生過 這個橫財入我袋 這個是7公司來的 橫財就不會入你袋 橫財就是炸爆你春袋 OK 好了 嘍 香港藝民就說 這個香港藝民說得對的 我覺得政府是否抓人不重要 重要是政軍整天都說要國安法抓人 說一百次 一千次配合這麼適合 請一個有問題的人 回去協助調查就變成問題無限放大 是啊 他們不斷說 結果就把國安這件事情 滲到在香港的 各個生活的部分 各樣東西都說國安 哦 你遠對抗啊 不可以啊 你批評政府遠對抗 現在你東方這樣做 很明顯他不是遠對抗 他擺明就是政府 硬力就是政府 是不是 嘍 嘍 現在要講一下 他引述就是人財招聘公司華德士 他只抽樣了 107個 香港專業人士做一個調查訪問 他受訪者的職業會計金融工程房地產 醫療法務合規 超過一半人考慮或者計劃搬出香港 其實裡面有15.6%的人說要盡快離開 那麼 你說是不是很多 那麼 我不覺得很多 就是 他們表明盡快離開 他們未必盡快離開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想盡快離開和行動盡快離開 是兩件事 他就說有36.7%的人透露 未來三到五年離開香港 那麼 計劃去海外工作的人 年齡就是27到42歲 38%就是43到58歲 他調查發現 怎麼說呢 就是九成六計劃出國的專業人士 已經在海外工作做好準備 六成的人就在跨國公司找職位 那麼 有四成已經申請海外工作 就是考慮來講的人裡面 有三成一的人就透過培訓 或者進修來計劃 還有27%的人 就是在公司內部找流動的機會 有些就轉職 那麼調查呢 就是考慮去其他地方工作的人 就是三成一的人 優先考慮工作保障 然後才是申請福利 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很多人是會離開的 這三成一的人是會離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外國的申請福利 大多數工不夠香港好 就是申請福利那裡 就有29%的人 就是要優先考慮的 這件事 那麼專業人士也關心另外一件事 就是事業發展 就是career path 團隊文化 以及內部流動機會 對個人和職場生涯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那麼 那 你說是不是正路 這樣 其實香港 一向都有人才 向外 也有人才進來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會離開呢 其實我覺得 這些 調查沒有講到深層的原因 那些人不是就這樣說要走就走的 那些人有其他事情考慮 有小孩的人 究竟會考慮什麼 小孩的人一定會考慮小孩 就是 願不願意在一個環境 就是 譬如你的小孩說錯了一些事情 然後就被人說軟對抗 就是你願不願意讓小孩在這樣的環境生活 又說你犯了國安法 就是同學之間 不是說話 我聽過這些事情 在香港 同學之間 竟然就說這個同學和那個同學犯了國安法 要國安來抓他 就是說這些事情 其實就很有問題了 就是同學玩之間 說這些事情 結果 國安這件事情 就滲了進去方方面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跟有些學校 做國安教育有關的 因為現在教育局的課程 就是方方面面都跟國安有關的 其實就是 花花就說播國歌 不是小事 但是 不是關乎國家安全 這個情況其實就是 你看到一件事情 特區政府自己也有責任 一直都沒有放一些對的鏈結出來 給人搜尋 以及SEO 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做得很差 這是特區政府本身有的責任 那些政棍就把責任轉移了 轉移了去 運動員那裡 領隊那裡 其實明眼人一看也知道是不對的 就像那條橫財入我的袋 那條7公里才覺得 亂差不來也對的 對不對? 也感謝Jason Tam 你的支持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過 有些人接受訪問就不是這麼說的 就說 19年反修例那些事情 令到一類專業人士離開香港 去外開外發展 教育、醫療、法律界別 影響最深遠 為什麼呢? 他們這幾個界別 他們 不會想想 19年做的事情 究竟 有沒有過了太 其實這幾個界別裡面 我都接觸過 很有趣 他們不會想想 19年其實 你連接港獨有的有沒有錯 他們沒有想這些事情 他們不會想的 譬如教育、醫療、法律 那些人 很多都是 我覺得 他們覺得 他們沒有錯的 19年的時候 連接港獨有的也沒有錯 連接暴動也沒有錯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麼 他們這幫人 對於留在香港 當然沒有什麼信心 他們當然更害怕 就是沒有言論自由 雖然 香港大致上 也是有言論自由的 人身安全 能不能保障 他們當然有擔憂 因為 肯定遇到很多 職場上的人 因為一定有些 藍絲很混亂 在香港 我也說 我一定要強調 我不是藍絲 也不是黃絲 但是有些藍絲和黃絲 都是很混亂的 雙方比較極端的人 都是很混亂的 藍絲是不是 這些人都是犯國安法的 拉他媽媽 這些也是很不適合的 其實 香港 要不要繼續保持 經濟界競爭力 當然要 而且你要給人 在職場上有位置上去 而且你要維護 香港是自由社會 但是 這件事在過去兩年 都是很失敗的 你說 疫情期間 少了自由 人們當然覺得沒有所謂 有很多人都覺得沒有所謂 戴口罩 不是什麼問題 疫情期間 因為知道這個病 是會死人的 好了 但是 如果你說 現在已經是後疫情時期 有些人是這麼說 後疫情時期 他們就會覺得 有些事情都要自由一點 可以發表一下意見 自由發表意見 那麼 周小松他怎麼說呢 這個就是盧聯的議員 他說專財離港 或者跟 香港疫後經濟不景有關 這個絕對是 其實有很多大公司離開了 你聽陳茂波說 不是啊 我們有很多大公司來的 大公司來就不是請回 現在在香港正在做事的人 這個問題是 因為你同時也有專財輸入 是不是 周小松他的看法 我是挺同意的 他就說 新冠疫情嚴重打擊香港經濟 加上內地經濟不景 即使 今年初全面通關以來 香港的經濟復甦 沒有預料中耗 至今都沒有走出這個陰霾 另一眾本地專業人士對流港工作前景 就不敢樂觀 從而選擇去海外工作 這個是對的 周小松他就舉了高財通 他就說 港府有必要適時定期檢討申人數名額 確保本地人優先就業 以免進一步威脅本地勞工飯碗 周小松他沒有說錯 真的沒有說錯 有些公司 真是混蛋 我有朋友在那間公司做了20年 這個例子我之前也說過 公司說炒他就炒他 之後請回高財通 真是索資料 Happy Wonder就說 今次去中國旅行 認識到當地約30歲的專業人士 也覺得香港國安法好像比較極端 老實說 港區國安法本身法律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他的執行 一直都是 有些很特別的情況 為什麼我說特別呢 其實是嚴謹國內的 人們說出來的事情是嚴謹國內的 你想想是否可以呢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想 好了 我講到這裡 差不多了 Stephanie Wong就說有人肯走 就有機會上 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呢 現在是有改變的 現在很多時候職場上 你留意一下 他會首先聘請了 有內地connection的人 但是一般香港人 怎麼會有內地connection 才可以呢 現實就是 一般香港人 沒有內地connection 現在差不多等於沒有運行 有些人看到 為什麼那些 中上層的人會走呢 就是他看到一件事情 他在香港沒有辦法再升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在香港沒有辦法再升 你去到外國也是沒有辦法再升 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是問過這些人 在香港沒有辦法再升 就很嚴重 在外國沒有辦法再升 就沒什麼事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躺平 哈哈哈哈 好了 講到這裡 有請一陣子回來講其他話題 有請友善 請πό視聴堂 有請問 絞り 傾聴堂 也有請問 靠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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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